在1993年我去英国参加一个 Church Planting Seminar在HDB 那个时候就认识这个奇葩了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 有这个材料 那几年大概是 大概96、97、98到2011、2022 我们做了好多次 教会都看到好多增长 我看到启发最强点就是因为有12个星期在一起 那个12个星期就是帮助我们认识对方的人 尤其新人 他们就很高兴也认识我们 会来到教会他们也不会觉得陌生 也不会觉得不知道做什么 最少他们已经有七八个朋友在那边 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都要有真心要传福音的 所以我们就会介绍启发 用启发来传的福音 很多牧者以为他自己要做 最好牧者自己带一次 还一定要经过一次 然后过后牧者可以训练他的会有做 让他们去做 我相信牧者就觉得不会太大压力 因为牧者不单单起发慢慢 牧者有很多东西 有医院探访 有什么疾病 有上司 有婚礼 等等的 还有很多东西要照顾 但是第一次他一定要经过先 我起初去一个教会 到牧师的时候 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但是我觉得 那些方法好像行不同 我开始启发过后 我真的没有开布道会了 以前我是开布道会 一年两三次布道会就叫人来 布道会有人心主举手了 然后带领他去搬洗礼 搬一下子 洗了礼 没有了 不见了 但是我觉得启发不同 他做了这个十二个星期 我已经认识那个人很多了 认识很久 他有很熟 他要问的问题也有时间来问 我们就介绍他进去 继续的小组 我们就查其他东西了 我们也没有放弃他们 也没有讲你毕业了 算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知道我二十年里面 带领人心主 在当当那个堂会 带领人心主都超过两千个人 我为他洗礼的 已经超过两千个人 然后没有算其他外展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外展也是做 在城市教会也是做 就非常好 若我们真心有放心去做 可以做到的 一定可以做到 因为启发的目的就是这样 他真的要改变生命 要整个发展整个国家 领导很多人心主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回去 用启发真正的意思 就是每一次做了 我们就是要欢迎新人 介绍新人 然后就继续再做 还要再行人 然后多人相信他们被感动 那个社会就会改变 然后慢慢这个国家都会受影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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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